所以我们的初祖 慧元大使 晋朝时候的 他老人家 你看 带领着 123个 志同道合 通通都是 修净土的 都求往生的 以胡锡为界 不出这个界限 法院 在那个地方 往生 真的 他130个人 过过往生 真了不起 往生当然有些后 元公大使 往生的时候 看到了阿弥陀佛 看到先往生的 念佛堂那些同修 跟着阿弥陀佛 一起来接引他 告诉大众 阿弥陀佛来接我了 我今天往生 又跟大家讲 西方极乐世界 他在山上这一段时间当中 过去见过三次 这是第四次 没个人想过 别人问他 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 他说 跟经典上讲的完全一样 注意小的 那个时候的金典 就是无量寿金 元公大使 开念佛堂 就依靠这一本金 为什么 梅桃经 关无量寿金 还没翻出来 应该是传到中国来了 还没有翻成中文 所以他只依靠 无量寿金 那主持给我们 使的榜样就对了 看到再好的境界 不如 自己心里都如如不动 加工永恒 这是好境界 你的功夫到相当程度的时候 佛菩萨是个境界 来考验考验你 你如如不动 提升 你要一动心 马上下降 你还经不起考验 你这关没及格 这《楞严经》上 这两句话很重要 可见 行人稍有执着 便使真见 进入魔土 求生反将 甚至堕入 泥泥 泥泥是地狱 很可怕 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真修行人 保持真念 顺境 佛菩萨的境界 现前不动心 妖魔鬼怪境界 现前也不动心 你看到那个地狱 现前的 也是一句 凡所有限 皆是虚妄 不要去理他 还是守着一句 要么套套 马上境界就没有了 什么叫真念 不被外面境界影响 就叫真念 这个人对我好 我很感激 知恩报恩 一切随远 不要注意 我一定要怎样去抱他 说你完了 你又堕落了 这个人对我有冤仇 恨我不必报复 总而言之 都把他看作是诸佛菩萨 他对我好 是来考验我 看看我有没有贪恋 他对我不好 看看我有没有嗔恨 都是佛经界 所以佛跟魔是一不是二 佛跟魔从哪里 从念头 你一念是诀 佛也是魔 这个魔也是佛 一念谜呢 那佛也变成魔了 佛一现前 你供高我慢生起来了 你看我修得不错吧 见到佛了 你们都不如我 就完了 堕落了 所以你见不到佛的时候 为什么 你功夫还不够 不需要来考你 你还不行 到你差不多的时候了 会有境界限界 来考你 你要记住 你可不能被他所动摇 其实都在日常生活当中 却不需要让他在前面 谢谢大家